Hello 大家好 我是居仰兄 今天我们来玩一下幽灵行者 新出了一个DLC 而且这次的DLC是本体的一个小Boss 而且是一个完整体的幽灵行者 咱们来看一下 相较于本体 我感觉这次的画质好了很多 应该是优化了不少 现在我们是一个反派 应该是去阻拦主角了 OK 先熟悉一下操作 毕竟很久没有玩了 WASD移动 OK 非常的简单 我非常期待我们的武器 我没有记得的话 应该是一把光剑 看看 真的是一把光剑 哇 很秀啊兄弟们 这把剑 哇 帅呆了呀 太爽了 OK 咱们出发 教学部分没什么好看的 咱们直接闯关 基本操作我还是记得的 咱们只需要熟悉一下手感就可以了 Shift 对 然后可以滑行 踢到这个小飞船上 可以砸死这两个人 Nice 然后按左键进行攻击 攻击之后 这些人被放出来了 可以 哇去 我都没看到 全部杀了 这就是技术啊兄弟们 这就是肌肉技艺啊 Nice 看起来没什么难度啊 不知道后面怎么样 我记得有很多很难缠的Boss Oh yeah 不知道这个DLC有没有Boss啊 不知道Boss是谁 不会是本体的主角吧 这就精彩了呀 反派成正派 正派成反派 刺激 OK 前面已经有敌人了 这边敌人比较多 而且好像还需要砍球 先把敌人解约了 三个 全死了 这么弱 然后还需要砍球 这边是能量 吃了之后就可以发射远程 放出来三个 哦四个 拿刀的 没什么难度啊 一会儿还有拿枪的 那个比较难缠 完了 这也太简单了 OK继续 什么情况 哎呀 没跳上去 这边不用跳到墙上去 直接可以过来 多此一举 把这个关卡想复杂了 这边还有能量 这什么东西 自己过来的吗 哦 狙击手 我们要躲这个狙击手 我记得幽灵熊者的狙击手 是在自描的 试一下 果然 我们的盾挡了一下攻击 这个Boss就是强啊 你看在自描吧 斗在一下 果然在自描 我记得我们的主角 就没有铠甲啊 一击必杀 这个还可以 挡一下攻击 这边走 哎呀 这个幽灵熊者就容易迷路 我们要跟着 这个黄色的标识走啊 哪边有黄色就 哎 终于碰到打枪的了 没关系 我们有一个石亭啊 直接砍掉 继续 我记得还可以砍子弹的 这边能上去吗 耶 哎 差点中招 这边还有两个拿刀的 不在话下 嘿 就把666打在公平上好吗 继续走 这边是电 哦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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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这个操作绝了呀 OK 继续前进 这个东西都把你电死啊 呃 完了 过了 哎呀 刚说完 千万不要电到啊 咱们看看这个规律 OK 它充能需要一段时间 咱们去撑你这个机会 哎 OK 然后等一等 等下一波 走 一定要卡准时机 耶 这边走 这次没有电下去 然后 然后 哦 这边 然后 这边能 过去吗 耶 OK 千万不要 no saved 哦 过来了 太刺激了 兄弟们 这就是跑酷的魅力啊 极限 然后 怎么走 哦 这边 这边 应该是这边 耶 这边有很多敌人啊 看怎么打 先过来 把这个拿枪的砍掉 然后拿刀的 还怎么打 这边过不去了 感觉过不去了 然后 哦 这边能过来 去死吧 感觉砍了子弹了 OK 这边还要有个球能打一下 在哪边 哦 在这边 这个球要打掉啊 打掉之后 那边的光木 我们就可以过去了 然后里面的人也可以杀了 不打这个球的话 是过不去的 诶 你还过来乱找我 你找到了 恭喜你 诶呦 正拿枪的 你打 你打 诶 你打 你打 再给你一次机会 不中用啊 嘿嘿 OK 又差点迷路了 终于找到正确的路了 这边 绿色的可以踩啊 红色的光木 肯定是不可以踩的 诶 啊 过来了 小意思 然后这边 有两个敌人 那我不止两个 诶 我电 一石足成千古恨呀 再来一次 这个地方要谨慎啊 要预判一下 等这个电没了再过去 完了 诶 可以 正好电没 这是田柱 我也 拜拜 这边有光木 子弹可以射过来 我们就过不去 这是什么科技 找找控制球在哪 在这里 正好能量够甩一件的 还有几个电人 两个 这边一个 下面还有一个 下面这个有电啊 小心一点 诶 差点 OK还有一个 走走走 先把拿枪的解决了 突然很烦 我批刀子弹 大家看到没有 我终于批刀子弹了 我的手感又回来了 这边还有一个 这边能 诶 这边过不去 OK 咱们走这边 诶 差一点丢下去 我来了 再次批子弹 啊 no 我打到他了吗 打到了 我批了一下 我远程发射了一个光波 然后把他给打死了 同归于尽 但是呢 我们过关了 可以直接过去 太棒了 这算极限操作吗 OK 咱们继续 浪勇可以远程激活 诶 这是什么东西 哦 我知道了 本体也有啊 这个地方我们要 打一下这个盒子 诶 我怎么飞过来了 完了 要打一下这个盒子 然后趁这个垫过去的机会 把门打开 咱们要赶紧过去啊 OK 耶 冲过来了 往哪边走呢 往这边走 这边可以过去啊 那边是一个死路 感觉第一关很简单啊 敌人太弱了 还有什么 还有谁 哦 在上面 我说怎么找不到人呢 看我的蛇皮走位 解决一个 这边有个光球 一键双雕 诶 他在控制哪里啊 找不到呢 哎 路吃就很麻烦呀 没有敌人 哦 过来了 他找我来了 还有三个 大家可以看屏幕上方的这个小白点啊 有几个就代表几名敌人 这边还有两个 哦 哇 兄弟们帅不帅 请把66打在公屏上好吧 这不测试可以的 OK过关 还没完啊这一关 太厂了 要打几分钟啊 我的天呐 OK 跑路很麻烦的啊 这个场景倒是设计的不错 这个赛博朋克风真的是帅 这什么东西啊 哦 我知道了 这个东西不能打啊 一打就炸死 咱们要躲 哎呀 要躲 嗯 躲 哦 耶 OK 哎能量 可以远程打他们啊 近战不行 哎呀 极限特色 又是一波极限特色兄弟们 可以吧 哎 哎 这边 哎 OK 终于看到难点的敌人了 分三 这应该是Boss的前观吧 哎 只有一个本体 咱们可以分辨出来啊 因为我们是超级机器人 哎 挡了个子弹 大家看到没有 太帅了 然后我们去哪 这边还有 来 再挡个子弹 就挡了个子弹 太帅了兄弟们 我都不敢想象 这是我的操作 你们敢想象吗 这个球怎么打到啊 大家不要怪我大惊小怪啊 因为这种操作 我是一般打不出来的 只能说是太憨了 你们的正常操作 就是我的超级操作 好吧 让我自娱自乐一下 这个球跳起来应该能打啊 咱们来试一下 哦 果然可以 而且还是个机器 哦 这个零件乱飞 可以啊 做的可以 这场景 太酷了 然后往哪里走 还有三个敌人 没有发现 在这里 找到了 一箭双雕 一箭双披 还有一个啊 看在哪里 哦 在这儿 还是一个分身怪 直接找到本体 一刀解决 啊 太爽了 幽灵行者 这个跑酷游戏啊 真的是玩起来非常爽 但是比较难啊 大家不要看 我玩的这么好 其实我刚开始的时候 处处被虐啊 现在我已经啊 练出来了 然后还 它还有专压模式 咱们现在只是玩的一个简单模式啊 哎 我拿走 这边 OK 专家模式很难啊 其实我本体的专家模式已经打完了 但是我没有发 如果大家想看的话 我就发出来 如果不想看的话就算了 我们发的话也是这种模式啊 露脸实况的模式 因为这个确实没有什么好做的 只能打实况 OK 咱们过来了 把这个赶掉 哦 耶 哎 光幕还没有消失啊 在哪 在哪 在上面 我看到了 哎 什么情况 感觉像是boss啊 不是 还是小兵啊 哎呀 好难啊 嗯 加油加油 先把这两个分身的给干掉 哎 哎呦 哎呀 不行啊 打不了 先把这个分身的给干掉 分身去哪了 不然的话 他们会远程打你的 我记得本体的时候 这个在后期出现的 现在在前期就出现了 看来DRC还是比较难一点呢 嗯 哎 这边有一个能量球 吃掉之后可以发射远程 但是我们不需要 直接 飞过来 哇 这操作 可以吧 这个光波可以把球打掉 因为这个球太高了 我们打不到 会分身的在这儿呢 找到了 一死去吧 还有一个 咱们必须把它找到 哦 没有了 对 第一个已经杀了 这是第二个 小心电 我已经在这里中招好几次了 完美解决 还有两个 一个是一个机器啊 两个都是机器 一个远程解决 这个必须得过去 但是小心点 不要碰到这个白线 啊 雷区 no 哇 兄弟们 这 直接过了吗 也是极限操作啊 我们复活的话 这一关就过了 非常的nice啊 终于通关了 第一小关终于过了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游戏 喜欢这种模式的话 一定要长按点赞加关注 如果点赞高的话 我们就继续好吧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